但是反手也有一招彈很厲害 前三盤技術也很突出 在他90年代尾的時候入選的國家隊 雙方第一局的較量 也不錯 前面打得這麼精彩 很可惜尾後他大高球這樣打出街 我剛才說欺負你身材不夠 因為他有時候不太看得起這些球 太放鬆 但是前面這樣對拉或者放高球的時候 很可能他比較認真 一打到尾後 以為他實食無牽牙的時候 他就會打失 所以打高球的概率 失誤的情況是很多的 所以輸了這一分之後連輸兩分 尤其當我輪到王麗勤發球的時候 發球搶攻 相比分打到3比1 所以往往就是這樣 一打比賽的氣一竊了之後 後面就會連續輸兩三分 這麼差 剛才這一波就是這樣 該得分的你不得 那會有懲罰性 那又一定要輸一兩分 因為你心不在然 很不奮氣 剛才他怎麼會輸的呢 那會有什麼 一打比賽的氣勢 一打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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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打斜線 這個球有點出奇不易 是啊 還要當時目光仍然看著 右側面 打到左側面 打到左側面 厲害 打比賽 還要停了 還是過去 是啊 其實是一吃八球 哈哈 那又要發失球 是啊 既然這樣 也有點發晦氣 以下六比三 黃麗琴領先三分 7 4 用了一個不規則動作 黃麗琴拉的時候 他就切了下去 4 但是自己側身搶弓 這分 浪就夠浪了 嗯 不到桌而已 4比8 有4分的差距 哎呀 好漂亮 5 8 這分球反手 打了個時間差 好像排球一樣 嗯 都要幫他球 剛剛一跳起 跟著壓下去 所以彈牌的反手也挺漂亮的 功夫 嗯 嗯 他跟江華軍練得多 哈哈 受了影響 是啊 但是黃麗琴這一刻 做一個防備 側身打你的直線 因為黃麗琴 基本上是 穩打穩紮 對著這種打法 站在中間 9 6 看準了 側身的板 如果是不對的 就是左來左打 又來又打 因為現在 唐彭真的要打死他的 那些板數 不是那麼多 真的打死他 他快 剛剛死了一下 他擊球點很早 對 正手又有板 反手又有板 而今天 黃大力 剛才兩個拆網 7 都是你贏 現在輸了 只有兩三分 是啊 是啊 兩千三分 插網都贏了兩分 是啊 對方打高球又打失一分 我一直都賴那個高球打失 哈哈 如果不是現在就9比10 至少都 是啊 他比分完全不同 一開始你這樣打失的高球 認真無奈 好 好了 黃麗琴說一個發球搶功搞定 你先看著